我回国当天 霍爵抛下自己患病在床的妻子 桑婉婉来接我 机场里她眼神深邃 眉眼思寒无限深情 而她的儿子霍思航养着一张粉嘟嘟的脸 满眼如木 阿姨你好漂亮 你来当我妈妈好不好 他们身后 面颊苍白的桑婉婉表情黄霍 身形摇摇欲坠 我皮笑肉不笑的弯下腰 但是小朋友 我喜欢你妈妈 我来当你爹好不好 零妖 我做噩梦了 前往心理医生的诊疗所后 给我倒水的小助手 看着我关切的问 又做那个梦了 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面无表情的说 我真的要受不了了 小助手同情的叹口气 天天做这种梦 也难怪你刚吃完药就要发病 我紧紧握着手中的茶杯 垂着眼 神色恍惚的喃喃自语 总有一天要把他们都杀了 小助手吓了一跳 连忙抚慰我 冷静 墙上的石钟 滴答滴答的走动了许久 直到下一个整点暴时 我终于回过神 和惊慌失措的小助手 说了句抱歉 我患有攻击性很强的精神病 要实无一那种 但过去 我就算发病也很少想杀人 之所以现在病情愈演愈烈 产生这种想法 是因为从某天起 我开始做一个很恶心人的梦 我的梦里重复着同一个故事 也上演同一个结局 一个心有所属的男人 和一个他不爱的女人结婚后 生下了一个儿子 女人性情柔弱 社会地位也与男人相差甚多 儿子和男人都对女人十分冷淡 后来男人的白月光回国了 男人与白月光旧情复然 男人的儿子也在耳濡目染之下 对白月光更加亲近 绝望的女人本就卧病在床 索性放弃了治疗 直接自杀了 这时男人和他的儿子幡然醒悟 原来他们最爱的还是这个女人 他们没办法忍受失去女人的痛苦 于是这个反社会人渣 就把痛苦都转接到了白月光身上 白月光最终家破人亡 此前受尽折磨 我的梦境不断重复着这个故事 而那个白月光的脸 恰好和我一模一样 人设也和我差不多 都是出国的富家千金 但我出国是因为要治病 读书时期 我就被确诊为物理意义上的精神病 病症十分罕见 医生声称不太清楚 他们分析我为躁愈 双向 精神分裂结合体 具体症状就是 偶尔想发疯 但我看不爽的人都杀了 偶尔想叫病友 就想把所有人都逼疯 偶尔又很爱看戏 就想看看全世界破坊的样子 因为圈子就那么大 爸妈生怕我在国内惹出事来 再加上我也厌倦了 和国内那群人虚与伪移的日子 索性就跨越了半个地球 去了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本来病症已经渐渐平复 偏偏开始做这种梦 我确定梦里那个白月光就是我自己 但我实在想不通我 怎么会和一个有父之父就情复燃 首先我根本看不上有父之福 我对他人的所属品毫无兴趣 其次我讨厌所有男人 但这也不准确 因为我几乎讨厌所有人类 最后就国内那群人 我和他们没有就情可言 而且我到底会是谁的白月光 是那个被我差点砸破相的黑道大佬 还是那个被我嘲笑到破坊的佛子 又或者是那个硬要揍车 最后拖了我满车的太子爷 我实在想不通 但是另外三个人的脸我都看不清 他们都像是被蒙上一层重重的马赛克 对然我早在发病最严重的时候 就回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了 02 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和我关系不错的人 比如墨家大小杰墨如云 他是和我完全不同的性格 无论何时何地 精神状态都无比稳定 总是笑眯眯的 就是有点迟钝 比如我一周前告诉他我要回国 他一周后给我打电话 像是想起什么一样 啊 我正在砸从工厂批量定制的马赛克人物百件 霹里啪啦的声音里 慕容云丝毫不慌 声音温暖平和 我想起来一件事 小鱼 原来大家都知道你要回来了 其实我也一直在调查梦中的一家三口 到底是谁 但我毕竟一直在国外 消息并不灵通 当我向父母问及相关信息的时候 他们总是故左右而言他 当晚我就发现 我的外网账号多了很多奇怪的浏览记录 某某某灭门暗细节 灭人满门要怎么量行 解开灭门暗惨暗的凶手内心 女儿想杀人怎么办 我一脸无语 看出他们的忧心忡忡 并且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 我无力反驳 父母这条线走不通 我只能求助于圈内好友 到了今天 树塔莫卢云终于有信了 或觉告诉别人会去接机 他慢吞吞的说 他有个儿子 很喜欢你 或觉 我眯了眯眼睛 有些诧异 我都快想不起来这个人了 从前他是我打过的一个神经病 身后被欺负的小跟班 那时候我们都在读书 把那个神经病打退学后 或觉还给我送过礼物 只是少年的脸是阴郁的 表情好像还有些不自在 甚至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不要靠近 他会变得不幸之类的 我直到最后才分析出 他盯着这张找茬的脸 其实是在找我道谢 恰好当时刚发完病心情好 我就说了句 不是为了帮他 礼物没收 毕竟我时不时的生理性验人 不想和说话莫名其妙的人 扯上任何关系 出国后 我的账号一直有人对我发消息 频率高的那几个 我都拉黑了 但是有个叫绝别的人 虽然总是给我发泄 看不懂的话 但是偶尔会让我觉得很好笑 有点像慕容云 推荐给我的电子宠物 比如 绝别 你去拍卖会 看了那颗海岚之星很久 是没钱买了吗 我买下来送给你 我 那是我捐的 然后把那颗宝石又捐了第二次 再比如 绝别 今天出席时尚秀 在杂志上的封面很好看 我买了两万本收藏 我 没授权过肖像 哪家杂志 然后直接给那家侵权杂志社 发了法院传票 他还会发一些自拍动态 其实客观来说人长得还行 但发的那些若隐若现的腹肌照 和欲擒故纵的做派 实在很难磨 我就直接把他屏蔽了 直到他前段时间找我自报身份 我才知道他是或绝 没想到多年不见 或绝已经从脑补歌 进化成了无脑歌 好 知道了 我若有所思 先挂了 给你买的礼物都寄回去了 莫如云听上去有些开心 好 然后他问 要我帮你封锁机场吗 机场是他家开的 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怕发生流血事件 提前帮我毁灭证据 说实话 我的确生起过 把人迎头打一顿的想法 但是现在 我换了一种面头 我 不用 我 最近不喜欢打打杀杀 03 飞机准时抵达机场 多年未见的霍爵 一旁围着一圈 一着富贵手捧鲜花的公子哥 带着一个和他眉眼 有几分相似的小孩在等我 我不经意的一瞥 发现他们身后 还偷偷跟了一个容貌轻利 面容苍白的女人 哦 是霍爵的老婆 桑婉婉 调查过后 我发现霍爵这几年发家很快 已经带领霍士机身上层 全因为娶了隐世家族桑家的大小姐 桑婉婉 桑家嫡系 就剩个桑老夫人和桑婉婉 桑老夫人死后 霍爵因此吞并了桑家的大部分势力 桑婉婉是个被养在家里不安适适的病若小姐 这些年对霍爵一见钟情就嫁给了她 说实话 这个一见钟情总有些人未设计的色彩 听说初衷还是老套的英雄救美 一看就是男人善用的把戏 桑婉婉为了霍爵洗手做羹汤 除了和人交际 几乎什么都学会了 是近乎完美的家庭主妇 也是个不受重视的隐形人 至少在圈内的名声是无趣的女人 被霍爵的朋友和家人都瞧不起 霍爵和霍斯航应该是背着桑婉婉来的 他们对于桑婉婉拙劣的跟踪明显毫无所觉 明明这么大一个人 我终于提起了点兴趣 于是改变主意 换了副表情 效应再迎了上去 霍爵早说要来接我 此时目光深邃 隐含深情 好久不见 而他的儿子也不知道跟着自己这个爹耳濡目染了些什么东西 明明第一次见我 却一个劲的往我身边凑 软软的喊我阿姨 无聊的寒暄了一会 霍斯航一手牵着我 一手牵着霍爵 抬头对我笑 阿姨你好漂亮 你来当我妈妈好不好 那几个或觉得好友 也几眉弄眼 手肘碰着手肘 一副要起哄的模样 我停顿半拍 十分茫然的看了一眼 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孩 心中既有种遇到病友的恍然 又有种吃了苍蝇般的恶心 这一刻 桑婉婉亮相几步 表情像是要碎掉了 我也终于回过神 压下汹涌的呕吐欲 人类对于孕育自己的母亲 会产生天然的依赖和喜爱 就算是我这种神经病也不例外 霍思航看起来身体健康 交流顺畅 并无智力障碍和人格损伤 这种话不可能是小孩自己想的 只有可能是家长平时 就潜移默化的在叫他 说实话 我不喜欢看柔弱的人碎掉 该碎掉的是 旁边这坨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东西 于是我笑容不改 低下头 声音温柔 但是小朋友 我喜欢你妈妈 洋装思考了半秒 我勾起唇角 悠悠的说 我来当你爹好不好 热闹的街街市 就像是被按下的金银键 反正还嬉笑着的公子哥们都愣住了 霍思航葡萄一样的眼睛里 浮现了明显的茫然 以他的年纪 无法理解我说的话 霍爵的表情也出现了片刻的僵硬 就连桑婉婉 前一秒还世界崩塌的他 瞳孔放大 满脸都是具象化的问号 时鱼 霍爵又恢复了表情 声音低沉 好像还带着一丝深情 你没变 还是这么喜欢开玩笑 我似笑非笑 我从来不喜欢开玩笑 霍爵和桑婉婉一家三口的事 这又关我什么事呢 难道就因为 或觉着可笑的感情和垃圾的人品 我就得成为他们 畸形家庭的侵略者 承担恶毒女配的角色 虽然我不反感成为恶人 但并不是这种恶人 他们的结局理应殊途同归 反正也是分崩离析 不如我亲手把他们扯散 说完 我蹲下来 摸了摸霍思航的头 正准备毫无负担的信口胡说 一阵尖锐的疼痛却贯穿了头脑 我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 手指狠狠掐紧掌心 有手套的保护 才感受不到疼痛 我觉得不妙 因为这是发病的前兆 我很可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失去理智 或觉及时扶住了我 他仿佛堵定了什么 眼中的神色变得浅全 含情漠漠的对我解释 我知道你是介意他的存在 但我和桑婉婉之间毫无感情 只是商业联姻 我心中的位置只会为你一个人而留 从16岁年起 胃酸翻涌 我又想吐了 不爱他 但不妨碍睡他 和他伤二与女士吧 我费劲的推开霍爵的手 又改变主意 想制造一些暴力事件的时候 躲在暗处的桑婉婉 就像是无法忍受这一切 终于冲了出来 霍爵 本应该是撕心裂肺的一声 可他就像是已经失去了任何力气 气弱由斯 他通红的眼眶 看向除了有点惊恶 就在无其他表情的霍爵 似哭似笑 你不打算和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你跟踪我 霍爵陈生质问他 顿了顿 又冷淡的说 实际是我关系一直很好的同学 他回国 我来接他 我就是怕你想太多 才没告诉你 小小的霍思行也皱眉 稚嫩的嗓音里满是不赞同 妈妈 你怎么能跟踪爸爸 桑婉婉的嘴唇吸动着 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整张脸都透着死灰色 够了 好难看的戏码 我和你联姻 本就是两个家族的决定 这么多年相近如宾 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或觉得神色漠然 与其厌烦 我的事情你没资格管 也没资格质问我 说完 他的手逐渐往下 就要来牵我 我啪一下就甩开他 太阳穴仿佛在跳动 疼痛无法忍受 只能费劲地从嘴里挤出一个滚字 或觉得像是没听清 嘴巴一张一盒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只觉得耳鸣 世界充斥着嗡嗡的声音 这里是如云家的机场 我不想在这里闹事 得赶紧离开 走到桑婉婉面前 我停下步伐 还是解释了一句 桑小姐 我和或觉毫无关系 声音戛然而止 我睁中地捂着太阳穴 看向面前亲力苍白的女人 消失了 困扰我许久的疼痛 在靠近三晚晚的一瞬间 犹如被清风拂面 悄然吹散 我眼中颠倒紊乱的世界被波正 混沌的脑海拨云见雾 身体的运转机制回归正常 我嗅到了空气中富裕的草木香 一切都变得无比明晰 从发病那年起 我就无时无刻不陷入这样难耐的疼痛 只是程度轻重而已 出国后 那种感觉才被压到最低 但我依旧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可我总觉得孤独 家人朋友都在这里 我不能要求他们全都陪我一去国外 我想着回来 就做好了忍受疼痛的准备 直到这一刻 有种被踢骨疗伤 要到病除的奇妙感觉 仿佛我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我无法说服自己这样的巧合 和桑婉婉无关 我换了一种目光看向桑婉婉 惊奇地发现她望向我的眼睛里没有怨恨 她不曾因为或觉得表现迁怒我 这也很容易理解 毕竟在我梦中 她是一个直到生命尽头 也不忍伤害别人 而是选择伤害自己的人 桑婉婉 你好 我取下皮革手套 把碎发捋到耳后 伸出手 我叫宋时瑜 她愣住 也许是想起我刚刚随口说的玩笑话 苍白的脸颊都染上了飞色 虽然不明白我是什么用意 下意识伸出手后向握 你好 手指向出了一瞬间 那种被疗愈的感觉更明显了 我将将松手 有些留恋这种正常人的清醒感 桑家虽然隐识不出 但旗下也有不少企业 他们养一批精通刺绣的裁缝 做的最好的就是高端定制 我查资料时发现 桑婉婉也很喜欢刺绣 要查明原因 也要规避发病 短短几秒 我就下定决心要接近桑婉婉 想亲近一个人 当然要从她的兴趣爱好入手 我合伙绝不熟 以前在一个学校读过书 话都没说过两句 我说 但是我对桑小姐的秀迹 一直有所耳闻 桑家的衣服我很喜欢 如果以后有机会 桑婉婉症 眼眸明亮些许 时余 你不用理会她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说的东西她也不懂 但或许像是听不懂人话 也看不懂我的意思 上前旁若无人的说 你刚回国 家里应该还没收拾好 我记得 你说过喜欢西郊的风树 我在那里买了一套别院 什么都置办好了 我皱了皱眉 心想真晦气 虽然我回国的决定下的突兀 但是家里肯定早就 为我收拾好了房间 而且西郊那一块地皮的开发商 与我家相熟 我妈特意在那里建立一座庄园 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我喜欢的东西 家人都会给我 用得着靠她这一回难吗 但目光 瞟向桑婉婉 我停顿片刻 我听说桑小姐最近接了一档节目 在我的梦里 桑婉婉因为成为全职主妇 接触不到外界 于是自己经营了一个账号 平时就发一发自己的日常 调查他们的这段时间 我还经常给这个账号点赞 因为她或太太的身份 这个账号一直热度不错 或是集团投资的一档新综艺 太太的生活 就邀请她去参加节目 这个节目属于慢综艺 嘉宾需要邀请两位出境人 展现自己的日常生活 桑婉婉不属于圈内人 但她和霍爵居少离多 想要以此为借口 过一段一家三口的平静生活 于是她鼓足勇气答应了 想要邀请霍爵和霍思航 只是霍思航年纪小完心重 愿意上电视开节目 霍爵却拒绝了 还责怪她抛头露脸 限制了她的资金 不过我的梦里 后来或许还是答应了 只是节目中出了很多事端 桑婉婉被朝教育方式有问题 甚至被暗暗影射虐待儿童 配不上霍家父子 加速了病情的恶化 其中的催化剂 少不了推不住栏想上位的宋石瑜 也许是因为冷静下来了 想到梦里的内容我也并不生气 反而觉得很好笑 很幽默 这段时间我都有空 之后联系我抽出一张名片 递给桑婉婉 期待桑小姐的来电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名事了 临走之前 我还摸了摸霍斯杭的头 语气意味深长 不是很喜欢我吗 小朋友 我弯纯 相信我 你的看法会改变的 零四 桑婉婉果然联系了我 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白月光的好奇 也许是因为霍觉的要求 也许是他真如我调查中显示的那样 没有朋友 总之 我成为了他的邀请出境人 霍觉杭给我发了消息 石瑜 我知道你是想和杭杭培养感情 我等你 神经病 但碍于我还想接近他老婆 调查他为什么能促使我发病 我敷衍的回来就别想太多 有病去治 没有把他拉黑 对桑婉婉的一切条件我都答应 我只坚持一点 住我家 住霍觉的房子 我闲隔应 他答应了 我喊人清扫了 我家在西郊的庄园 搬进来当天 桑婉婉除了签着霍斯行 还带了一群人 他有些忐忑的和我解释 这些是行行的营养师和家庭教师 我无所谓的 我家这么大 只要不是霍觉住进来 谁都无所谓 到了枫叶染红的季节 漫山遍野 都如火如霞 我走在庄园里 替桑婉婉介绍这里的设施和布局 他一路走一路看 亲生说 原来这就是宋小姐喜欢的景色 桑婉婉的脸色很苍白 在这风铃之中 却多出了几分血色 霍斯行显然也很喜欢这里 阿姨 你家真漂亮 比我家大很多 他又小声说 也比爸爸给你准备的房子漂亮 说完 他毫无负担的看向我 丝毫不觉得这句话 会让自己的妈妈难过 我似笑非笑的看了霍斯行一眼 你爸的房子 写了我名字吗 霍斯行 啊 产权转给我了吗 房本写我名了吗 标注了自愿赠语吗 我慢条斯理的说 如果都没有 那房子和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就是为我准备的 霍斯行又呆住了 他年纪太小 不懂这些 但隐隐又觉得我是有道理的 于是低着小脑袋 走到一边思考去了 宋小姐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出乎我意料 比起那天的伤心欲绝 听到儿子这样的话 三晚晚的反应平淡了很多 你想象中的我是什么样 其实也是有猜对的地方的 三晚晚笑了笑 毕竟是霍爵天天提到嘴边的人 宋小姐看上去 确实十分光彩独目 我对霍爵没有兴趣 也没有插足你们家庭的打算 我直白的说 我和他话都没说过几句 回国也没联系他 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 话说完 我又有点后悔 发病以来 随心所欲久了 我已经忘记正常和人交流的方法了 三晚晚这么喜欢霍爵 我贬低他喜欢的男人 也许会让他不高兴 刚想补救两句 就看见三晚晚摇了摇头 我知道的 只是霍爵他一直很喜欢你 我沈笑一声 你觉得那是喜欢 宋家家底雄厚 他想攀上我无可厚非 毕竟身为男人 连衣是他能利用的最好工具 我毫无情绪的说 对你不也是这样吗 三小姐 三晚晚就好像被人敲了一记重中 正正的看向我 我的话没有错 霍爵所谓的感情 也许只是利己主义者 为自己蒙上了华美外袍 那里却爬满了肮脏的狮子 能指掌霍家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所做的一切 怎么会没有利益驱动 一个人的情感 不可能拥有那样大的变化幅度 在我看来 梦里他的行为偷袭下来 像极了嗤爵后的凤凰男 他真的会因为年少的一面 就对我念念不忘多年吗 如果喜欢 为什么会娶桑婉婉 为什么会选择性 无视他在制造婚外恋的事实 为什么在桑婉婉死后 面目大改 为什么一直以来 在舆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 为什么他能在成功 在侵吞了宋家桑家资产后 看似痛苦孤独的 坐拥百亿资产 寿终正寝 他痛苦吗 在心里 估计爽飞了吧 好处他全战了 还要硬拗一个深情懒的形象 信他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 但我就不一样了 我话锋一转 桑家对我家没有注意 宋家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我对桑小姐感兴趣 就仅仅只是对桑小姐 这人感兴趣 桑婉婉的瞳孔骤然放大 耳根居然有些泛红 他本该对我有敌意 可他就像是一泊柔软的水 几乎包容了所有的负面情绪 也不知道应该怨恨和反抗 也许他被桑家养得不安适适 才会那么轻易被哄骗 可我觉得奇怪 像桑家这种几乎湮灭的 全靠桑老夫人一手之称的畸形家族 明明一家之主是女性 为什么桑老夫人不把桑婉婉 培养的能够立起来 而是寄希望于她嫁个良人呢 一个人的思想会和她的成长路线符合 可桑老夫人所做的一切 不符合她该有的逻辑 就好像只要遇到霍觉 世界的故事线 就会强行会往一个不可控制的方向 说实话 从前我不信牛鬼蛇神 可越长大 我就越觉得 我和周围人都处于一场盛大的演出中 我们是被肆意摆弄情绪的提线木偶 那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对劲 发病时 我陷入那样毫无理智的状态 我就觉得是整个世界都疯了 他们全疯了 我从来不觉得我有病 那么桑婉婉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5 我把桑婉婉和霍思航的房间安排在我隔壁 这天晚上 噩梦缠身的我 罕见的睡了个好觉 以前我不用订闹钟 因为睡眠质量不好 基本上天才刚亮我就会醒来 可是这一次 一直到节目录制组到来 我才被敲门声吵醒 宋氏旗下的公司有一部分是交由我管 加上我经常参加一些时装秀 也在缺人的时候 当过家中产业的模特 所以我对上镜并不抗拒 大家族的继承人都是如此 多少也算半个公众人物 楼下的早餐已经做好 精致健康 一看就是按照最佳营养比例搭配的 这也不是我们家的阿姨做的 应该是三碗碗带来的人马 我在国外吃的简单 第一次遇到这样用心的早餐 于是很不客气的拉开椅子开吃 却看见霍思航满脸菜色 心事重重的扒挖着盘中的东西 看上去很没胃口 他身边还占了一个老佣人 欲言又止的样子 小少爷 这些都是夫人一大早起来 专门给你做的 你不能辜负他的心意 却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霍思航的眉头 他把菜一推 大声说 我不吃了 随后走到我身边 眼巴巴的看着我 口无遮拦的说 阿姨 我想吃那种汉堡包和薯条 就是爸爸给我看的 你的照片里的那些 我一顿 梦里确实有这么一段 或许给他看的照片 是那些国外小报社拍到的 我吃快餐的照片 后来我带着这小孩去吃垃圾食品 带他玩游乐场 他就觉得自己古板无趣的妈妈 真的坏极了 一点也没有我好 我也确实喜欢吃汉堡包和薯条 还喜欢吃冰淇淋和麻辣烫 但这不代表我对健康饮食吃这一笔 人不应该把怒气迁移到三观 还未形成的孩子身上 他这么小 还远远没到定型的时候 行行 桑婉婉站起身 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 那些不健康 我问霍思航 你要不问问你妈妈 吃过那些东西吗 霍思航茫然的看向桑婉婉 小小的鼻子皱起来 好像原本要指责他什么 现在却忘了该说什么 桑婉婉对着我摇头 摄像头对准了我的脸 好像要拍下这场豪门闹剧 多亏桑婉婉 我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平静愉悦 就连现在看着霍思航 我也能心平气和 我笑了笑 慢悠悠的说 你的妈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妈妈 她是第一次做你妈妈 很多事情没人叫她 她都是自学的 她也是从你这样的小朋友长大的 所以她是怎么长大的 她就想要你怎么长大 她没吃过的东西 她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她只知道她自己没吃过 你想做的事情 她可能也没有做过 她甚至不知道好不好玩 她起来给你做早餐 不是你想的自我感动 只是她从小是被这样对待的 她以为你会喜欢 她可能只是停留在了过去 我喝了口热牛奶 你不是想成为可靠的大人吗 听说以前在幼儿园 你还教自己的小伙伴折纸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妈妈多一点耐心 教教她 霍思航歪头 难难自语 妈妈也没吃过鸡翅和汉堡吗 是 妈妈也没有去过游乐场吗 是 妈妈给我做早餐 是因为妈妈的妈妈 一直给妈妈妈做早餐吗 桑婉婉的眼眶红了 不是的 是妈妈的外婆 她不会教孩子 她嫁给霍爵的时候才20岁 那时的她也只能算是个少女 如何能承担起母亲的角色 偏偏霍爵也不愿意教她 她只怕恨不得蒙了她的眼睛 捂住她的耳朵 让她终其一生 浑浑噩噩的困死在家中 于是成婚不到半年 桑婉婉就怀孕了 这个孩子捆腹了她的手脚 也成为她人生里 最终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做家长 既需要孩子的尊重 又需要孩子的亲近 这些年为了治愈自己的精神病 我也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 驯服这小孩应该没什么问题 她只是歪了 不是烂了 阿姨 霍思航沉思许久 那我带妈妈去做那些事情 妈妈是不是就会理解我了 不知道啊 我说 你要问她愿不愿意 因为你邀请其他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问她的意愿 从小顺风顺水 要是没有什么的 霍小少爷 显然没有征询他人意见的基本观念 又笑话了一番之后 才乖乖去问桑婉婉 妈妈 你愿意陪我尝试一次吗 桑婉婉对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我只是笑着看着她 于是桑婉婉犹豫片刻才弯下腰 郑重其事的说 我愿意 行行 霍思航的眼睛亮了起来 好像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承诺 你也没做过 你怎么带她去做 我戴上手套 走吧 我带你去 于是 没有主见的桑婉婉和霍思航 就乖乖跟我走了 我叫人买了现成的垃圾食品 又带他们去后厨 用空气炸锅自己做 用来对比哪一份比较好吃 丁丁 嘈杂的厨房里 桑婉婉在盯着教程 努力尝试包裹玉米淀粉 霍思航走到我身侧的时候 小声说 阿姨 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你这样的人 看来或许平时说了我不少好话 霍思航对我的信赖度和好感度 高得十分离谱 你为什么想成为我这样的人 我瞇一眼 你爸爸没说过吗 我可是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这个词汇 显然也超出霍思航的认知范围了 我觉得阿姨很厉害 说出的话我听不懂 但是好像很有道理 她好半天才懵懂得养其脸 我要怎么学这么多道理 我愣住 那种消除病灶的感觉 那种要我焕然一新的洗涤感 又出现了 这次 她的来源是面前这个不过几岁的小孩 我问霍思航 怎么 你爸爸没教你吗 爸爸很少在家里 霍思航摇头 也很少和我说道理 他只会告诉我 什么样是对的 什么样是不对的 在霍思航的世界里 他的认知体系全都来源于说一不二的霍觉 什么是对的 妈妈又没有工作 在家照顾自己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妈妈一直烦着工作忙的爸爸是不对的 我 那你觉得他有道理吗 霍思航这次犹豫了很久 才低下头 声音又轻了点 我不知道 这不奇怪 整个霍家都在他面前树立父系权威的不可质疑性 可他总要读书的 他接触到越多的外界信息 就会越发觉得正常的世界和他的认知相悖 霍思航本就是个聪明的小孩 只是在霍觉的影响下 他觉得妈妈不该是那样的 索性就选择抛弃妈妈 而选择一个符合他内心认知的新妈妈 那个人就是我 不过现在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 让他在明示里后 抛弃霍觉 选择一个符合他内心认知的新爸爸 霍觉不够格 况且我也想验证一下 抑制我发病的因素 是不是和霍思航有关 那你现在告诉我 哪份炸鸡好吃 我端着碗 给他加了两块 他尝完后 毫不犹豫的指着其中一份说 这个 嗯 这是你妈妈做的 一口咬下香酥脆皮 肌肉嫩滑的汁水 瞬间一满唇舌 我毫不灵惜自己的夸赞 你妈妈的厨艺很厉害 也很聪明 一学就会了 霍思航就像是第一次指示妈妈的才能这件事 他若有所思的点头 妈妈比我厉害 我做不好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爸有没有道理 我说 这个不能我告诉你 你这么聪明 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 就像分辨这两块炸鸡一样 下午 在他和桑丸丸一起去游乐场玩的时候 我给他一张纸巾 示意他去擦缸 做完肌瘤涌进的桑丸丸满身的水花 成长第一刻 我像说悄悄话那样 轻声对霍思航说 保护妈妈 因为 他的身边除了你 没有别人 不信你回去看一看 是不是在你家里 只有你会站在妈妈身边 霍思航扭头看 像满脸通红的桑丸丸 他明显从未来过这种地方 也没做过这种刺激性项目 他的浑身发抖 气喘吁吁 可是眼睛明亮 甚至问我 杭杭 宋小 食鱼 我们要不要再做一次 那是霍思航眼里 从没见过的妈妈 他走上前 要帮他擦拭水渍 而就在这一瞬间 天光骤亮 我的世界仿佛被谁吹灭了 那层薄薄的灰尘 干净明亮 原来是这样 我站起身 你是个聪明的小孩 霍思航 我相信你看得见 你也会发现 原来是这样啊 等你找到答案 你再来跟我学道理 06 太太的生活 第一期的录制 就这样结束了 三晚晚和霍思航都回家了 我也回了自己家 打算和爸妈一起待几天 但回家当晚 莫如云不请自来 敲门的时候 还用那双圆圆的眼睛 充满控诉的看着我 你回来都不找我 他说 等了好几天 我看着他手里提的行李箱 本来想明天叫你来 我们家都有你的东西 还带东西干什么 是 送你的礼物 听到这句话 莫如云的心情好像变好了 笑眯眯的挽着我的手走进餐厅 然后和我爸妈打招呼 云云来了 我妈笑着说 正好 还没开始吃 这些菜你都喜欢 我爸妈对莫如云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他们总觉得 他是做什么事都慢半拍的小姑娘 是不安适适的乖巧大小姐 是难得能忍受我病情的小菩萨 他们哪知道 能和我成为至交好友的莫如云 从本质上来说 就不是什么正常人 就比如现在 我们一起坐在我房间的床上 他拖着下巴 慢吞吞的和我说 出国以来我不知道的一切 X号的家族企业破产了 被扫黑除恶 除掉了 X号是那个目无律法的黑道大佬 你下得套 我太了解莫如云了 嗯 他表情沉静 XXX家也没了 因为射击 封建迷信 还有办邪教 XX是那个不知所谓的佛子 天天鼓到一串破珠子 居然还因为一张脸 拥有自己的信徒 从前他那群崇拜者 制造过不少霸凌事件 有一回还导致一个被他表示过不同的女孩 自杀未遂 他却始终袖手旁观 也是你做的 嗯 那个邪教聚众的事件 是我设计他办的 他慢吞吞的说 哦 还有XXX 他被扫黄 扫进去了 XXX就是那个曾经要追求我的金圈太子爷 这次不是我干的 是他自己 包养了一个陪酒小姐 分分合合 说是在谈恋爱 沃如云平静的说 有次 小姐让他生气了 他羞辱小姐 喊朋友一起逼他做什么事 我就是路过 举报他剧众嫖娼 我没忍住 扑斥一下笑出声 京城有病的人不少 这三个我觉得是其中翘楚 那你稍微扫干净了吗 我有些担心 别把自己搭进去了 嗯 他眼睛很清澈 我之前不记得了 忘了和你说 现在想起来了 沃如云反应慢 也有很严重的坚强症 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 我摸了摸沃如云柔软的长发 应该等我回来一起 你讨厌他们 他的眉眼里浮现了淡淡的厌恶 我也讨厌他们 可是这些事让你的记性更差了吧 我静静的说 小云 这次回国 我的病好多了 但是我也忽然发现了很多事 他只是皱了皱眉 握住我的手 小鱼 没病 沃如云的手很温暖 像是一团柔软的云 驱散了我隐隐窥见真相后 内心浮起的寒意 我以前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忽然患上这样的疾病 你也是 怎么忽然就记性不好 反应变得这么差 沃如云好半天 才露出有些疑惑的表情 你知道排一反应吗 我扯下从不离手的手套 我们是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的人 我们是世界的浓疮 是要被清理出去的病毒 是不听使唤的木偶 是无关紧要的配角 是 是想成为自己的人 或许我们出生起命运就注定了 但我觉得他们是错的 是疯子 是畸形的 我不愿意顺着他们的意思去做 所以我们被排斥了 我的发病 你的健忘 无非都是因为 这个世界 想要把我们变成 和其他人一样的存在 他的排一反应不容抗争 从我发病那年起 只要我触碰到那些 让我产生呕吐欲望的人 我的手臂上 就会冒出密密麻麻的红疹 就像是遇上了 让我格外不适的过敏源 我的反抗太激烈了 所以我会失去理智 我的疼痛 他的遗忘 源自世界给予的惩罚 小云 但凡故事 都有主角 而我们这出故事里的主角 全都是我们认识的人 所以我们讨厌他们 而我们对他们下手 就会病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远离他们出国 我就见见好了很多 直到正是剧情开始的那一天 慕如云正正的看着我 张了张嘴 清澈的眼中 不知不觉 已经蓄满了泪水 好像是下意识的生理反应 不带任何情绪的一行泪水 是脸谱化角色下的演员 为自己落的泪 但是我已经找到办法了 我为她失去泪水 冷笑着说 故事是可以改变的 主角诗格 那我们就扶持第二个主角 修正整个世界 她好像反应过来了 桑婉婉 小云不可能忽然想起这么多事 我也不可能忽然就痊愈 这一切的变量 无非是桑婉婉 这个空白的 几乎没有任何人物底色的女孩 她好像没有自己的性格 单薄到单纯类或绝二生 我们要帮她 我说 小云 这是在帮我们自己 我们是将近二十年的好友 她从来不问我为什么 也从来不会不相信我 也许我们的命运早已定好结局 也许从初生起 我们就注定会成为 并肩作战的战友 莫如云忽然伸手 轻轻地抱住了我 就像我第一次在学校里发病 抗拒任何人的靠近 唯独握紧了她的手一样 我们从来都是这样习惯 互相依靠的存在 她毫不犹豫地说 好 07 霍思航和桑婉婉 被强行退出了 太太的生活的录制 霍爵发短信质问我 这次的语气 不如之前伪装的那样申请 款款 反而有几分冷淡的训诫 航航不需要一个 胡言乱语的母亲 石鱼 我觉得你的病情很反复 在节目里也说了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已经联系了 国外有名的医生 我知道她急了 因为太太的生活 第一期播出后 网上的舆论反响 和她想象中不一样 嗯 都说霍太太配不上霍总什么的 我怎么感觉不像那么回事啊 而且之前霍总说 自己夫人不爱出门 桑婉婉好像也没那么内向 不会是被控制了吧 说实话之前 桑婉婉发的那些Vlog 就让我觉得不是 总有种被豢养的金丝雀的感觉 细丝极恐 母子关系是有问题 但是这过程中 不是桑婉婉一个人的错吧 哪个男人每每隐身了我不说 嗯 我觉得一家三口的生活 不需要或绝 桑婉婉婉就是最牛逼的 这个家已经完美了 但是想问问石鱼姐姐还缺狗吗 二十岁会自己上厕所那种 没什么意思帮我朋友问的 宋石鱼是宋家那个大小姐吧 看上去好撒好美 这个手套太那个了我甜甜甜 霍爵装什么呀 什么忙于工作 不能参与拍摄 录一期节目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看他挺爱出镜的呀 花边新闻不断 笑死 这样的评论 玩笑中却夹杂了真切的不满 但我不知道的是 在霍爵又一次在家里提到我时 桑婉婉却罕见的冷下脸 莫兰道 你以为宋小姐看得上你吗 有家世的男人也配一银宋小姐 我都嫌你脏 而他一向对他崇拜顺从的儿子霍思航 居然站在了桑婉婉面前 用一种不思小孩子的口吻指责他 爸爸 你这样对妈妈说话 是不对的 没有棱角的妻子 第一次言辞激烈的反抗了他 决心培养的继承人 也出现了某种奇怪的变化 倾定的下一任联姻对象 对自己毫无兴趣 动辄冷嘲热讽 网上的负面舆论铺天盖地 家中的事业 不知道被谁针对了 处处不顺 一切都和他想象中背道而驰 或觉得气定神闲 终于有了裂缝 无法再以深情款款的面具面对我 这一次 我干脆利落地把他拉黑了 但我总觉得奇怪 桑婉婉已经三天没和我主动联系了 我发去的消息他回得客气 我问及退出节目拍摄的理由 他说是身体不适 最近也不能和我见面 我已经打算去霍家探望他的时候 我的家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天暴雨倾盆 全身湿透的霍思航 独自敲响了我家的门 他的衣服上沾了一些血污 好像是摔了一跤 膝盖破了 脸上也有些擦伤 冻得瑟瑟发抖 他在我的一瞬间 霍思航的眼中顿时冒出了些许水光 他哽咽着说 阿姨 这就妈妈 等待他进屋冲了个热水澡 又让人给他煮了姜茶后 我才要他把发生什么告诉我 他小小的手紧握在一起 情绪很低落 回家以后 阿姨说要我去看谁会站在妈妈这边 我就去看了 答案不言而喻 属于爸爸的一言堂 甚至容不得妈妈的半点声音 后来节目播出了 爸爸很生气 把妈妈关起来了 我也见不到妈妈 我求爸爸 求家里的保姆阿姨放妈妈出来 可是 可是他们都不听我的 听不到妈妈的声音 看不到妈妈的模样 他被整日囚禁在内间上锁的房间里 就连手机的消息也都是霍觉在回 霍思航在家闹出了动静 霍觉索性直接把他送去学校寄宿 不允许他离开校园 霍思航只能趁着中午学校午休 悄悄翻墙跑出来 霍家那么大 他却找不到一个能够帮他的人 直到他想起了我 我明白了 我沉下眼 我现在就去救你妈妈 桑家已经全部并入霍家 桑婉婉在世界上的唯一一个亲人 早已去世 霍觉还占着一个合法丈夫的身份 限制桑婉婉的自由 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 这和非法囚禁有什么区别 不想惊动霍觉 我给霍思航的学校打了个电话请假 叮嘱霍思航在家里好好待着 不要外出 临走之前 他却叫住了我 宋阿姨 嗯 你上次问我的问题 我好像知道答案了 霍思航说 我没有问爸爸 我去问了老师 我好像做错了很多事 经常让妈妈伤心 那你的老师有没有教你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教了 老师教我很多道理 他稚嫩的声音带着哭腔 爸爸把妈妈关起来 不要妈妈参加节目是错的 他没有道理 那么霍思航 你已经有判断对错的能力了 我蹲下 摸了摸他的头 你很厉害 宋阿姨 你为什么一直叫我的大名呢 因为在我心里 你是一个会成长起来的大人 你这次做得很好 还记得我说的吗 成长第一课 保护好妈妈 这一次 你有在尝试保护她 08 我原先没想到 霍觉会这么大胆 直接囚禁桑婉婉 她还真是一个狂妄的人 和她不同 我一直遵纪手法 霍家不能硬床 要想 点办法 莫如云及时给我传递了一条重要消息 小鱼 霍觉带桑婉婉 看了国外的精神科医生 她欲言又止 如果鉴定输出来 我有些愕然 随即冷笑起来 看来是在我身上找的灵感 桑婉婉 当然不可能有精神疾病 多简单 一旦报告公开 桑家无人 霍觉就是桑婉婉唯一的监护人 可以随意掌控桑婉婉的人身自由 剥夺她作为正常人的一切基本权利 说不定还能凭借 不抛弃精神病妻子的新闻 博一个好名声 到时候 我才是真正的见不到桑婉婉 黄问帮她的忙 吃绝户的垃圾 我轻吃一声 小鱼 现在该怎么办 莫如云却有些忧虑 要不要我家直接围了货架 莫家在商场上 已经给了霍觉很大压力了 我顿了顿 我们现在要去找 找什么 我不信桑老夫人没有给桑婉婉留后手 我说 哪怕是被世界的意志控制 她大概率也和我们一样 留存清醒的一瞬间 莫如云沉默几秒 我明白了 我去查桑氏集团以前的资料 和原来的工作团队 如果桑老太太留下什么东西给桑婉婉 那会放在哪里呢 思考片刻 我说 我得去桑老夫人的墓园看一看 好 暴雨仍在下 天空都呜呜呜的 桑老太太所处的墓园我知道 可具体位置不太清楚 于是我就一排一排的找 中途却遇到一个正在清扫的中年妇女 诶 她好像是这里的守墓人 叫住我 你找谁啊 桑绝 她却像是十分熟悉这个名字 愣在原地 上菜把量着我 半赏才问 你是她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又不是清明 来找她做什么 我是她孙女的朋友 这妇女底细不明 我原本不该交代的这么仔细 却鬼使神差的戳出身份证底给她 我叫宋时瑜 是来 我沉默片刻是来帮桑婉婉的 眉头眉脑的一句话 可妇女沉默了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放下扫帚 戴上一副眼镜 像是核对着什么一样 仔仔细细的对比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 我只瞥了一眼 发现位列第一行的赫然就是获爵的名字 旁边的都是霍家嫡系 我没出声打扰她 她看了很久很久 好像才如释重负 真的没有 我就说我记性还不错 说完 她也不管我 转身就走 只留下一句 跟我来吧 我们一路走到了墓园前厅 她从那些密密麻麻的抽屉里 准确的抽开了一格 递给我一个小巧的保险箱 这是你想要的东西 她长出一口气 好多年了 终于能送出去了 我捧着那个轻巧的保险箱 忍不住问 这是三老夫人要您保管的吗 是啊 她是怪人呢 自己给自己买了块木 妇女四世陷入回忆 难难自语 但也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我以前欠她的人情 就答应她 瞒着所有人守着这东西 这张纸也是她给我的 上面的每个名字 我都记得清楚 这上面的人来 我就装不知道 可我分明看见那张纸的 最后一个名字是桑爵 她连她自己都防住了 那如果是桑婉婉来呢 一个人来就给她 可是每一次 每一年 她的身边都陪了人 是陪伴吗 还是监视呢 让人遍体深寒 我垂眼看着这个箱子 我明白了 箱子的密码我不知道 只有能打开她的人 才能带她走 我点头 几乎没有犹豫 就输下一串数字 桑老夫人 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不对劲的呢 桑婉婉的父母去世的蹊跷 如果我没猜错 也许这是一次惩罚 因为她曾是距离桑婉婉最近的人 所以身体发肤之疼 不及失去至亲骨肉之疼 我输入的 就是他们去世的日期 咔哒一声 箱子开了 你真能打开 看来我没等错人 父女眼睛亮了 桑姨还在我这里存了笔钱 但我得见到婉婉本人 才能给她 我看着已经打开的箱子 轻轻摇头 不用了 箱子里的东西并不多 厚厚一把文件 一封信 一张便尖 便尖上只有短短一行字 字迹铁化银沟 倦意潇洒 多年相助 难言谢意 钱是为你准备的 不必停留 未来光明灿烂 祝好 没有落款和署名 但我知道这是给谁的 我将她递给了面前的守墓人 合上箱子 转身离开 她愣在原地 随后从喉间溢出一声哽咽 可我已经看不见 她泪流满面的模样 零酒 或家 石鱼 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 或觉为我倒酒 语调申请 我就知道你对我有情 莫如云坐在我身侧 没忍住 轻轻的吃笑了一声 我只是抬头看向她紧锁的二楼 桑小姐呢 她身体不适 或觉面不改色 不方便见人 你不用和我装 我似笑非笑的说 我今天 过来就是要你放人的 或觉微微眯眼 脑海中的刺痛若隐若现 我趴的丢了一打文件在桌上 这个 是你以前非法吞并 其他小微企业的证据 我又丢了一打文件 这个 偷税漏税够严重的 我又丢了一打 这个 是桑婉婉位列红安集团 股东一职的证明 又是一打 这个 是你合并丧事缺失的 让度协议书 你没找到这个 桑婉婉依旧是桑家家主 最后一打 这个 是桑婉婉从小到大的健康证明 经过权威认证的智力正常 精神健康 而你准备出去的精神疾病 鉴定证明 在这种级别的证明下 假的可怜 你是不是没想到呢 那个每年来给你们体检的家庭医生 每年都会将这些东西上传 莫如云平静的推来一个优盘 你顾兄绑架三晚晚的证据 照片录音转账记录都有 或觉得脸色随着每样东西的拿出 越来越难看 越来越难看 他死死盯着桌上的一切 怒吼道 你们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都是假的 伪造的 是真是假 你心里清楚 我敲了敲桌子 无视了越来越疼痛的大脑 你也猜到这些东西是谁为你准备的吧 你不是找了很多娘吗 他表情骤变 可旋即 他就好像冷静了下来 轻笑两声 那又怎么样 我的公司也是晚晚的公司 他愿意替我顶罪 你们难道要害他坐牢 还有这些我们的过去 虽然不太美好 但我们现在很幸福 只要晚晚不介意 这些东西都事做无效 警方也懒得管家务事 他离不开我的 他爱我 比你们想象中的要爱 说完 他招了招手 把夫人放出来 门开了 一袭白裙的桑婉婉走了下来 他看向我和莫如云 死水般的眼睛动了动 很快又归于寂静 阿爵 晚晚 这些天我和你之间的误会 也都解释清楚了 霍爵揽住她的腰 亲密的靠近她的耳边 不要再管这些 疯疯癫癫癫的无关人员了 以后就我们一家三口 好好过日子 你再给我生个小公主 好吗 三晚晚精神恍惚 但他正正的看着霍爵 半场露出了一个 十分幸福的微笑 疯了 疯了疯了疯了 我没疯 我没疯 疯的是 他们不是我疯的是 他们不是我疯的是 他们不是我 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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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去死了 世界在颠倒 汹涌的呕吐欲 冲刷着我并不稳定的精神 我的眼前染上一片血色 我捂着耳朵 试图阻拦那些奇怪的杂音 直至一片柔软覆盖在我的手上 小鱼 你没疯 是莫如云的声音 我会陪你一起的 他孙开手 从我口袋里取出一封信 直接撕开封口 无孙晚晚 崭心安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过世很久了 你怕冷一定要多穿点 你以前爱漂亮 穿得太多了像一个球 但是晚晚 你在我心里 怎么样都是最可爱的小雪球 我希望你打开这封信 又希望你永远不要打开这封信 因为我的晚晚 如果是一个人来看我 那么一定是很孤独很孤独 一定是遇到我想过的那些难题 所以想我了 我也很想你 疼痛缓解了 我抬头 看见桑王晚的眼中 焕发了新的色彩 他愣愣的注视着 莫如云手里的这封信 或觉脸一沉 上来就要夺信 什么鬼东西 我上前就是一巴掌 又补了几下 把他暂时踢晕 省得暗时 十年空手倒不是白学的 上学时就爱打架了我 没点本事早就遍体鳞伤了 莫如云就像没注意到这一切 他还在念 也许是人老了 快死了 我终于有了一段 可以清醒的日子 晚晚 你知道吗 过去的每一天 我都在为自己赎罪 这些年来 我总觉得自己活得昏昏顿顿的 你小时候 我没有教你怎么保护自己 也没教你怎么提高防备心 你长大一点 我没教你怎么变得强大 怎么选择自己的路 你再大一点 我等不及了 我想教你继承公司 我被惩罚了 我觉得那是惩罚 晚晚 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要我把你变成那样不安适事 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 她用嫌弃两母的翻篱 困住了我 我是那个提线木偶 越是反抗 就越豁不得自由 所以我经常忘记自己要做什么 该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惩罚 你父母的去世 就在我领着你走进公司的第二天 我每天都在后悔 都在害怕 我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女婿 我还要害死你吗 可是我又很想问问上天 为什么 为什么就非得选中我的晚晚 你带着后爵来见我的那一天 我惊悚的发现 他或许就是那个注定的人 可他不是什么好人 我想把他赶出去 我想保护你 于是从那一刻起 我想反抗 我又失去了自己 晚晚 我把你交给了他 我还记得自己无知无觉的对他说 把公司都给他 我挣脱不开 我只能低声恳求他好好对你 我明白那时的我只是屈窍 我怎么会相信一个外人 我只会把公司给你 你不想管就找个代理人 但外婆已经赚到了 你可以花一辈子的钱 你只需要快快乐乐的长大 不依附任何人就能过好这一生 我又失败了 幸好我已经快死了呀 死亡前我有了这一段清醒的日子 我看着你的眼睛 这个时候的你很幸福 或许对你很好 但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桑家 还对他有利用价值 我知道你很爱或许 可是外婆不敢去想 这种爱是被控制的 还是你自己的意愿 我没用了 但是给你留下了 足以让你脱身的东西 或许在骗你 可是外婆希望她能骗你一辈子 如果有一天 她连骗都不愿意骗你了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痛苦想要离开 如果有一天 你交到了愿意帮助你的朋友 那你一定会来看我 我不能好好照顾你了 但是晚晚 外婆只希望你成为自己 想成为的人 我这一生 莫如云是跳着念的 念到这 她顿了顿 微垂的眼睫毛有些颤动 她合上了纸张 没有继续念后面的内容 这落厚厚的心质里 夹着不少照片 上面还残留着些许血色 像是有人可写实 她向那封信抱在胸口 捂着嘴 无声地哭着 肩膀都在颤抖 啪叉 在这一刻 我听到了很清晰的 很细微的 在耳边响起的破碎声 眼前的世界焕然一新 或觉得身上 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消散了 我转头看向莫如云 发现她也露出了正正的表情 这封信 有奇怪的力量 莫如云说 摸上去是温暖的 我觉得自己好像变得 她似是不知道如何形容 但我知道 那封信上 大概寄存了 同为世界上八的丧爵 反抗的力量 我们成功了 我说 小云 剧情改变了 十 多年犯罪证据确凿 获决锒铛入狱 开庭那天 作为原告的桑婉婉 穿着干练的西装 有条不紊的递交起诉状 和证据材料 我和莫如云坐在台下 身边是也穿着一身 西装的霍思行 不对 现在要叫她桑思行了 她小声对我们说 妈妈好帅呀 莫如云也小声对我说 那她以后是不是不能好功了 小男孩却听到了 她做的端正 认认真真的和我们说 我以前要妈妈伤心 要受罚 爸爸做错了事情 也得受罚 但说完后 她的表情又有些纠结 我问 怎么了 她鼓着脸颊说 爸爸就是爸爸 但是如果我不想要这个爸爸了 是不是我没道理 和人才需要讲道理 莫如云一本正经的说 我绝不太算是人 所以不需要 我没忍住 在这样严肃的场合 又笑了一声 那我能不要她了吗 桑思行眨巴着眼睛 有些低落 她做坏事太多了 而且是她先不要我的 这个你得问你妈妈 我慢悠悠的说 再教你第二件事 那就是不知道怎么决定的事情 就问妈妈 她乖乖点头 桑婉婉最近接管家族企业 手忙脚乱 幸好有我和莫如云帮忙 但她也不白要我们帮忙 不仅分了股份 还送了两幅刺绣给我们 都是她手工绣的 最近才拾起来这门手艺 却已经结交了不少刺绣大师了 已经有了些名气 我倒是看不出真法高明 但我妈眼前一亮 挂在大厅里 言之凿凿的说这是名家大作 未来肯定升职 桑思航追着妈妈去问 能不能不要爸爸的话题了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她忽然转过头看我和莫如云 粉雕玉琢的脸颊上 露出了兴高采烈的表情 夏亭后 我们来到了三晚晚的新家 今天保姆放假 晚餐是三晚晚做的 桑思航蹲在一边认真的洗菜 我洗完水果 勾勾手指 她就跑过来 你妈妈和你说了什么 妈妈说打算自己投资拍节目 到时候美祖寺的嘉宾 就能拍我们四个了 莫如云咬着波罗说 行行 不是问你这个 我们是想问 那个问题 妈妈给你答案了吗 给了呀 她狡黠的笑了 妈妈说 没有爸爸没关系 因为 我以后就有三个妈妈了 我们愣住了 把我当干妈可以 你敢喊我妈我就揍你哦 嗯 我确实也不打算生孩子 那好吧 我也当你的妈妈 离开法院后的天是灰蒙蒙的 但是我们走得很快 逆着人流走 走出碧顶乌云 终于走到了一条阳光普照的路下 全文完